中国队已经拿到了 因为这三套动作 首先难度就比日本队高 而且完全质量也比日本队高 所以滕海斌 我们为什么让滕海斌最后一个出场 这个老将还是顶住了 因为教练组 黄岛说 张成龙让张成龙打最后 我们还放心不了 所以说还让海斌经过 雅典历练的这个队员 他今天是在最后发挥的 非常出色 另外他非常策略 在前面动作位置不好的情况下 他是临时调整的吗 还是上场之前 工地是临时调整的 因为赛前的话 如果前面好的话 就可以直接接了 这样起平分会多一点 因为现在重要的不是起平分了 而是成功 对 现在德国队最后出场的选手 正在比安马 德国队这是 克里梅尔 今天的德国队的发挥 也相当出色 所有人都没有把他作为 争夺奖牌的一支队伍 但是他比完了第三项以后 第五轮以后 还是排在这个第三的位置 超过了像超过了这个美国队 还有英国队 所以安马这个项目 尤其是后来上场的博一 以及刚才我们看到最后出场的 克里梅尔的发挥 特别的出色 所以我们看到德国队已经在拥抱 德国队在智德赛是在第五位 对 基本上没有把他列入 奖牌的争夺的队伍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队的自由操 这是一段录像了 现在德国队的 在美国队还没有 在美国 现在美国队场上最后一位 比自由操的选手正在比赛着 这是一段录像 那么德国队刚才 为什么那么欢欣鼓舞 是因为他们 仅次于日本排在这个第二 那么中国的成绩 还没有全部打出来 这样德国就是登上了领奖牌 对 所以现在 等美国队这位选手 比赛完结束之后 中国的成绩打出来 就很快就能揭晓这次的 男团的奖牌归属 中国队排名第一 中国队成绩现在已经打出来了 中国队超过了日本 目前排在第一位 今天年轻的中国男子体教队 再次战胜了日本队 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团体冠军 延续了中国男队的辉煌 向他们表示祝贺 这就是获得这次 铜牌的德国男队 德国男队这次战胜了美国 另外 这一次的团体冠军 中国体操队又增添了 两个新的世界冠军 一个就是来自于江苏的吕博 和来自于山东的张成龙 吕博这次参加团体的决赛 上了五项 四项打头炮 项项成功非得值得庆贺 年轻的张成龙在自己的强项上 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一个传统的优良传统 再次祝贺中国男队获得了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男团金牌 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 德国队 凭借着在团体决赛当中的突出表现登上了领奖台 好了观众朋友 在荷兰路德丹 阿浩体育馆举行的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男团决赛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是由叶振南和陈寅 共同为您解说的 我们个人全能决赛 再见 确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 最终中国队赢了日本队1.228分 这块男团的金牌呢 也是中国体操男队在世锦赛的历史上 第九次获得男团项目的金牌 同时呢 中国队也是在03年 06年和07年获得男团的三连冠之后 第四次蝉联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确实日本队在今天的表现 应该说也还是非常出色的 在前面的五项 也就是日本队在单杠掉杠之前 两支队伍互有领先 咬的还是非常紧的 在第一项的自由操结束之后 中国队